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部分人好坏 到底是老人糊涂还是对方有意为之 他已经是孩子 一个人是涉及到监护制度 今日说法解读民法总则系列报道 糊涂的交易即将播出 通过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如果有人告诉你 以后胎儿也有继承权 八岁的孩子有的事自己就能做主 成年人的监护人可以自己指定 你都不用感到奇怪 因为在今年两会期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里 对这些都做了新的规定 交易更加公平 权力更有保障 老幼更多呵护 放心救助他人 因为有了他的支撑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刘凯湘教授 刘教授参与了民法典的编撰讨论工作 欢迎刘老师 很少有一部法律的通过能够一下子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 那通俗点讲 这部法律它的重要性在哪呢 从法律地位来说 它仅次于宪法 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法 就是我们所有的民事主体 从自然人的渗留兵死 到法人的成立消灭 从他们的人生权利 到他们的财产权利 都是由民法来规定的 总则的应该说变化比较多 比如说他把民事权利 私权的保护写进了民法总则 而且放在民法总则的基本原则的第一条 体现一种人文主义 人本的关怀 私权至上 这对我们国家的一种民主法治进程 是非常重要的 既然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跟这部法律息息相关 那今天我们先到湖南去看看一位老人的生活 是怎么跟民法总则发生联系的 走在前面的这个人叫李俊 他手里拎着包了几个小时的鸡汤 午饭时间他来到福利院 看望自己的老父亲 卧床的父亲在福利院住了一年多了 听说记者也来了 老人连连道谢 因为身体疼痛 老人卧床不起有几个月了 您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101岁 事实上老人是81岁 因为患有老年痴呆症 他已经记不清楚自己的年龄了 照片拍摄于1995年 那时老人60岁 虽然脑子有些糊涂了 但有件事老人始终念念不忘 老人口口声声说的被骗的房子 位于长沙市中心 有80多个平方 是老人早年花13万多买下的 老人早年礼仪 两个儿子在外地工作 他就独自一人在这里住了十几年 关于这处房子的纠纷 家人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那是2013年6月 儿子李俊突然接到了一个乡下亲戚 打来的电话 他说你爸爸房子没了 我说不可能呀 一直都在的呀 怎么会没有的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 他说听说你爸爸就是 把房子已经卖掉了 事情蹊跷 李俊马上请假 从上海返回到长沙的家中 还好父亲还在自家的房子里 不过一细问 房本不在手上了 我父亲就跟我讲 他说房产公司来了两个人 把我镇都拿走了 这东西人家要他就给人家 这么大的事 父亲居然支支吾吾说不明白 李俊只好自己去查 一查才知道 大半年前 父亲的房子就被人过户到别人的名下了 看来卖房是确有其事 李俊不明白 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 更让他意外的是 房屋的交易价只有29万 这些年房子一直在升值 自家的房子早就不是这个价了 我去到中间去问 人家说7000一个平方 算钱来你187平方 你将近60万 价格将近60万的房子 被低价卖了不说 更让李俊吃惊的是 就连这29万父亲也没拿到 收款方的这个账号 跟退款方的账号 全部都是对方人 就是说这个钱 只不过就是在 他从他自己的左手 换到自己右手 然后凭这个交易登记表 就到房产中心 把这个房子过户到 他自己淋下去了 李俊越想越不对劲 他又找出来一份 父亲在过户后签的 房地产买卖契约 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是把这个总价 他是分成了三次 就先给个十万 接下来到了13年10月1号 再给个那个十万 然后到14年10月1号之前 再付个九万 就首先把这个房款 是分成三次 等翻到第二页 李俊又发现这样一句话 因为这个房子 是他们是统一扩建的 扩建的有12个平方 然后就说这个12个平方 也是没有做任何价格 就直接说归乙房所有 这么明显的低价 这么明显不公平的合同 老父亲居然签了 当时的李俊不晓得 父亲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不过在他看来 一切或许还有挽回的余地 毕竟买房的人他认识 以前我是很叫他一声 可能叫他一声歌也是 因为我叫他 他父亲也是叫伯伯的 买房的人叫张琳 说起来跟李家人是老相识了 两家的父辈交往很多 关系一直不错 但是等李俊找到张琳的时候 张琳却说 事都快过去一年了 没什么好商量的 国家的机构 国父到我民家里 已经是我的了 这个东西还怎么说呢 不过对于李俊的质疑 张琳也愿意解释 首先是房价 李俊觉得父亲29万卖的太低了 张琳却说和市值相差不了多少 他有这个房子比较久 房子只有70年 房子整个过来 一般都应该差不多 大概就是三十二万 主要点 再就是李俊看来 很不公平的分期付房款 张琳的说法是 这还是李俊的父亲提出来的 他的压缺就是 还要在房子里面住一年 就是我先给他十万 他还在房子里面 还要住一年 我第二年再给他十万 就是这样 张琳还说 最初这房子他并不想要 还是老人主动坚持卖给他 我看他年纪的确实也那么大了 我就说不嫌 我父亲说说不要 他要到我家里找了我 要我亲口听了 我说不要 他再卖给他 也是因为双方关系好 又有了分期付款这些商议 他才决定买的 对于张琳的很多说法 李俊并不认可 他不理解这么大的事 父亲怎么会之前一声不吭 之后又好像没事一样 只是后来老念叨 说被一个坏蛋骗掉一套房子 所谓的合同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尖尬的还有一部分人好坏 关于父亲卖房的一些细节 眼下已经很难弄明白了 和张琳的协商也进行不下去 2013年8月 李俊找了律师 将张琳告上法庭 他肯定打不过后的 肯定这个房子肯定要不回去 这里怎么说 突生变化 老人情况让人担心 他说我看你父亲这个脑子 已经非常不行了 一直鉴定 却引双方不同解读 当初一二年他跟我家医的时候 没这个病 他们两个军疫的吧 糊涂的交易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看着现在躺在病床上的父亲 说话颠三倒四 李俊百感交集 记得三四年前 父亲还不是这样 听医生这么说 李俊的心里更不是滋味了 老人出生于1936年 毕业于原来的唐山铁道学院 也就是后来的西南交通大学 之后在铁路局工作 在那个年代的话 他说他能读书能上大学 然后又是高级工程师 他其实心里面 他有一种骄傲 他给别人发名片 高级工程师 就是退休了 就是退休了 李俊说 在他的心目中 父亲很能干 对数字运算很精通 事后他回想起来 也就是在卖房子的2012年前后 父亲的一些举止 开始不寻常了 有一次也跟他诉说了 自己的苦恼 我现在很生气自己 我说你干嘛气自己 他说我总是 以前的事情 我三岁的事情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但是我昨天我干了什么呢 我吃了什么呢 我就是不记得 也是在那一年的春节 父亲的老同事来到长沙旅游 临走前悄悄把李俊拉到一旁 说了这样的话 他说我看你父亲 这个脑子已经非常不行了 我说怎么回事 他说我问他 你两个儿子怎么样 他就说一个在当兵 一个又去哪里哪里了 儿子的情况都能说错 看来父亲的脑子 确实有些问题了 后来好几个邻居也找到李俊 反映他父亲的一些表现 直到这次卖房子 老人签下这份 让人难以理解的合同 事后又说不清来龙去脉 李俊才下定决心 带父亲到医院做检查 就带他去一件事情去做完以后 才发现父亲他已经不是父亲了 父亲他已经是 他已经是孩子了 2013年11月 医院诊断老李脑萎缩 医生写下了 智力减退阿尔茨海默病的结论 阿尔茨海默就是老年型痴呆 拿到这个结论 李俊觉得 父亲之前的一些行为言语 终于能理解了 之后 法院又委托司法鉴定中心 做出鉴定 确定老人目前 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也就是说 与他智力不服的决定 已经不一再做出了 在李俊看来 父亲的智力已经出了问题 那么一年前 签下的卖房合同的法律效力 就该打问号了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张琳那里 他很不以为然 张琳坚持说 买房的过程中 他没发现老人有什么异常 他付第一笔房款十万元的时候 全是现金 老人都没数错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 张琳还另外提供了证人 他说 当年的交易 除了双方在场 还有一名中介的工作人员 记者也专门找到了这个人 不过这名工作人员也强调 卖房过程中 他只是领着走了一下过户的流程 具体的谈价格 签契约 他并没有参与 对此李俊说 父亲的病是持续性的 清醒的时候 父亲这样对律师说 从2011、2012年越来越不好 记忆力差 思维混乱 脾气暴躁 几个邻居朋友也做了证词 说老人家的思维经常有问题 经常连讲一句完整的话都很困难 还有 我发现他性情大有变化 举止有失常态 李俊认为 从种种迹象判断 父亲2012年底签订合同时的状态 肯定不能用常人的标准去衡量了 监控里看到不安场景 我爸就是出来做理不动就拿着刀 终审判决却再生波澜 最起码 我的这个钱不能实施 糊涂的交易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房子糊里糊涂卖了 这只是麻烦的开始 打官司需要时间和精力 李俊还要在上海上班 他放心不下家里的老父亲 于是就在家装了监控 可以随时用手机查看 房间里面一个 然后外面装了两个 这个是那个楼梯 这样如果有人过来的话 我就能看到是谁 怕被人来骚扰他 果然没多久 李俊在监控里 看到了这样令人不安的场景 后来张林也说 在打官司过程中 他曾几次给老李打电话 想论论李 毕竟按照合同的约定 2013年底 对方就应该把房子 腾给他了 2014年5月16日 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考虑到老李的精神状况 认为双方签订的购房合同 存在重大误解 应该撤销 房屋的产权 应该重新变更登记到 老李名下 拿到判决 张林不服提起上诉 法院审查后认为 张林的疑问不无道理 虽然后来老人被认定 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但在签订合同时 精神状况如何 民事行为能力是否受限 缺乏正式鉴定 因为法官他也是一个事后的一个裁判者 他要尽力还原当时的这个状况 他确实也很难 他只能根据一些证据和一些这个法律的规定 重审阶段 法院将重点放在了合同本身 法官到长沙市房产局进行调查 查明2013年同地段同类型的房屋价格 差不多是每平方米6800元左右 远远高于老李卖给张林的价格 每平方米4000元 认定双方的交易行为显示公平 一个60万的房子我29万卖 然后新价的12个平方米 无偿送便利 然后支付房子 都是明显对这个老人不利的 2015年5月 法院做出终审判决 维持原判 还是让80几岁的一个 有老人痴呆的老人家 最终追回了他唯一的一套 被一家出售的房子 败诉后张林又提起反诉 他说为了买这套房子 中介费一万元 过户交税一万多 全成了冤枉钱 他要求老人归还第一笔房款十万元 还要赔偿损失 再付十万元违约金 我也没办法了 你法院这样判了 那我就是 这去嘛 我的这个钱不能支付 房子我不要可以 2016年10月 法院审理认为 双方的合同 已经因为显示公平 被依法撤销 因此不存在违约责任的追究问题 并认为对于合同的签订 双方均存在过错 且过错程度大体相当 张林付过的第一笔购房款十万元 老人应该归还 除此之外的其他中介费 税费等费用不予支持 就这样 这起历史整整四年的纠纷 才最终有了分晓 不像是发生在自己家里的事情 特别是不应该发生在 像他这么大年纪的人身上 官司赢了之后 李俊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 但是对于老人来说 对这件事情的记忆 随着病情的恶化 彻底错乱了 时间长的嘛 二十多年嘛 对不对了 是吧 二十多年了 刘老师你看啊 老人的房子又要回来了 但它的起因让我们很担心 就是老人在签订这个 卖房合同的时候 显然他的身体状况 已经不适合去做这样的事情了 那民法总则在制度上 是怎么安排的 它可能涉及到 两个方面的制度安排 一个就是关于 自然人的行为能力 一个是涉及到监护制度 按照民法总则的规定 自然人年满18周岁 是完全行为能力人 当然由于精神治理方面的障碍 也可能会成为 无行为能力 或者 限制行为能力人的 民法总则第二十四条规定 不能辨认或者不能完全辨认 自己行为的成年人 其厉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 可以向人民法院 申请认定该成年人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通过法院启动一个检疫 特别程序来认定 如果已经被法院认定 那么他从事法律行为 包括比如说咱们本案当中 订立合同 处理不动产 他这个主体资格就会受到限制 但问题在于 我们从这个案子来看的话 这个老人当时 亲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 他的儿子并没有通过 这样一个特别的认定程序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目前还不能根据这条 而认定这份合同的无效 所以法院他是从这个 显示公平这个角度 来行使车修权 让当事人车修了这份合同 直到现在 李俊还在为父亲的养老 以及今后的监护问题发愁 送到福利院 这也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可能有可能会觉得 其实你应该做一个儿子的话 可能你自己要担心 很多亲自照顾的责任 其实几年前 他也想过把父亲接到身边照顾 但是他在上海还没有成家 住的是公司宿舍 照顾不太现实 只能拜托一个亲戚 常去看看父亲 老人的状况 也没有现在这么坏 基本上就是说 常规的生活治理能力 就是还有 另一方面老人也心疼孩子 每次通电话 总说一切都好 但是子女不在身边 老人平时生活状况不断 因为常在楼下的一些小吃店 解决一日三餐 老人还闹出意见过 他自己说 经常吃饭的饭店也找不到 吃饭的时候 还和店员因为菜 怎么放佐料 和几毛钱的差价 吵架气到发抖 另一方面 老人当时是否还能 自主签法律文书 也得打个问号 直到打起官司 老人才正式被认定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儿子李俊 也才正式被指定为监护人 李俊说 此前 他从不知道 要专门到法院 去走特殊程序 来公示这件事 进行监护管理和处理 这些被监护人的财产 代理被监护人 对外的一些交往 从事一些 于事法律行为 近几年来 家里的几个亲戚 也好几次跟李俊说 要妥善保管老人的财产 但在李俊看来 父亲每个月退休工资 两千多 手头没有什么大钱 可以挥霍 也没有好意思 贸然说这件事 我觉得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面 实际上这是非常不恰当的 因为我觉得 作为子女来讲 你应该想着 怎么照顾好他 而不是想着 怎么把他钱 抓到自己手里面 虽然从客观上讲 可能抓到手里面 你是为了保护他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李俊还是把父亲的 二代身份证 放在了自己身边 以防父亲被骗 但是没想到 父亲用了身边的 一代身份证号码 签了这份买卖契约 因为实际上按照道理来讲 他07年办好 这个二代身份证 他一代身份证已经失效了 这次因为房子起的波折 也给李俊提了醒 2016年春节后 李俊决定找专人看护 就在那时将父亲送去了福利院 可是 习惯了独居的老人 一时不太适应 刚来的时候行为是比较乱的 他把门关好 然后把这个床头柜 挪到门里挡着 谁都不让进 李俊很着急 那段时间里经常去福利院 又反复和医生沟通对策 最后才慢慢劝动了父亲 这个房子已经回来了 退休工资也涨了 你儿子要结婚了 就是给他希望 最后一个小朋友就是说 我儿子今天要结婚了 我千万不能那个倒下去 他还是34岁的 站起来 应该早就要结婚了 他还没有成家呀 李俊其实今年是42岁 现在他每隔一两个月 就会从上海回到长沙 看望父亲 他说经历了这件事之后 他必须认真考虑 父亲的生活和监护问题了 我手上有一组数据 我跟您分享一下 截至2016年年底 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已经超过2.3亿 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其中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 大概有4063万人 显然不是个小数目 所以一个行之有效的监护制度 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那一旦有老人需要别人来监护他 这个程序该怎么启动 这个法律里是怎么规定的 按照现在民法总则的规定 他可以在他自己 年龄还不是特别老的时候 甚至还清醒的时候 他就可以跟他的相关的近亲署 甚至是相关的组织 来达成一种 我们称之为监护协议 那么等待自己 万一哪天丧失了行为能力 或者变成了一个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这个时候根据这个协议 监护人就可以来履行监护职责 来保护这个被监护人的这个财产权利 人生权利 这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创新 自己写一个书面文件就可以吗 双方共同来签 双方共同签一个监护协议 这个监护的关系就成立了 对对对 要是孤寡老人呢 孤寡老人对不对 他找不到一个近亲署 这个时候他也可以跟其他的人 其他愿意将来担任监护人的人 建方伶俐啊 同学朋友啊 甚至那些爱情人士啊 甚至包括其他的组织 比如说一流机构啊 养老院啊 或者其他一些慈善组织 跟他们的签议这种监护协议 都是可以的 这次民法总则 应当说对于自然人的监护制度 相比较于原来的民法通则 是做了很多的改进 扩大了监护人的范围 扩大了监护人产生的方式 包括加强了监护人职责 增加了撤修监护人资格的 这些相关的规定 就是我们国家 进入到老龄社会以后 这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创新 最关键我们觉得 它的一个理念 比较好的一个 现代的一些立法理念 加快构建符合 现代监护理念的 成年监护制度 特别是老年监护制度 让法律更全面 更有效地介入成年监护关系 更细致地区分 被监护人的需求 维持其生活的正常化 既契合全球的立法趋势 也是我国当前 老龄化社会的需要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刘老师 参与我们养牧师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明天我们会继续关注 民法总则 为您解读这部法律中的量 明天见